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五爱发明 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来的依然是大家熟悉的彭老师 一说到老鼠真的是老鼠过界人人喊打 就是大家对这种生物都生无痛绝 因为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多的危害 因为鼠它的生活适应能力太强了 什么情况下它都能够繁殖 所以消灭它是一个长远的话题 应该说人类和老鼠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跟灭鼠有关的 我们先去看一段片 人类与老鼠的斗争可谓有来已久 无论是城市的高楼大厦 还是农村的田野菜地 凡是有人的地方都可以见到老鼠的踪迹 老鼠的数量繁多 而且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 几乎什么东西都能吃 什么地方都能住 老鼠一年四季都可以繁殖 而且繁殖速度非常快 一只成年磁鼠 依次可以繁殖三四十只幼崽 一对成年鼠一年之后 就会有一万多只后代 老鼠的一举一动 都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害 它们不仅糟蹋粮食 要坏财物 咬死家禽和家畜的幼崽 还会破坏工电和通讯 水利等设施 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更可怕的是 老鼠还会将几十种疾病 传播给人类 其中包括鼠疫 流行性初起热 等危害极大的传染病 老鼠基本上是夜间活动觅食 它们的视觉 听觉 嗅觉 都很发达 可以在黑暗的环境里 自由活动 寻找食物 老鼠的行动十分敏捷 能够在各种地形迅速移动 不仅善于攀爬 还会游泳 为消灭老鼠 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最常用的就是药物灭术 但是老鼠生性多疑 面对陌生的食物 警惕性很强 而强大的适应能力 又容易让它们 对鼠药产生抗药性 鼠家 鼠龙等器械 虽然也有不错的效果 但只能用来捕捉小范围 数量较少的老鼠 此外 被抓住的老鼠 还会给同伴 发出报警信号 假如能矫情逃脱 当它们再次见到 相同的装置 就会远远避开 这种生性多疑 记忆力强的特性 给人们消灭老鼠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一直以来 人们为了消灭鼠汗 可以说想尽了办法 灭鼠装置也是五花八门 比如说有老鼠家 还有沾鼠板 等等 今天我们发明也是灭鼠的 但是它跟以前的这些 捕鼠的装置有些不太一样 它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根竹面 还有一个铁圈 那么它怎么样来灭鼠 有什么样的特点 一起去了解一下今天这个发明 发明人冯温菊 发明项目 圈景 独鼠季 家住广东省江门市 大敖镇的冯温菊 今年已经七十几岁了 平日里前来无事 就在家待待孙子 不过 忙碌了一辈子的冯温菊 总想再干点什么 于是 它就在路边挖了块地 打算种些菜 可是 讨厌的老鼠 却总是不请自来 有的时候 自己还没来得及吃的菜 却被老鼠吃了个金光 这老鼠偷吃家里种的菜和庄稼 让冯温菊非常生气 很快 它又回想起几十年前 鼠患肆虐的情景 1962年 当地老鼠成灾 鼠群肆无忌惮的 在大敖镇长达四十多公里的围堤上 打起了洞 结果到了雨季 洪水泛滥 围堤崩溃 导阵几万亩水稻作物 全部绝收 想到这些 冯温菊就开始琢磨着 一种能消灭老鼠的办法 想要灭鼠 必须对老鼠的生活习性 有所了解 通过长时间观察 冯温菊决定 在老鼠出没的洞口和行走路线上 做文章 那能不能利用自家后院的竹子 做一根竹面 再用铜丝做成一个圈 不妨在老鼠出没的通道上呢 很快 一根长六十里米的竹面做成了 给了圈住老鼠 冯温菊用铜丝 做了一个直径八零米的圈 用线把铜丝圈拴在了竹面上 那么这个简单的捕鼠器 能捉到老鼠吗 考虑到老鼠总是从下水口进出 温温菊把捕鼠器 勿放在了老鼠行走的通道上 刚步上的头两天 还真是抓到了几只老鼠 但是没有想到 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因为它是用线来连接竹面和铜丝 被圈住的老鼠 竟然把线给咬断 带着铜圈逃跑了 为了进一步验证 冯温菊制作的低带补属器 到底好不好用 我们设计了一个 两平方米的封闭空间 把补属器放在了里面 不一会儿 还真有一只老鼠跑了过来 可令我们没想到的是 它并没有从圈里跑过去 而是从边上跑走了 原来线绳起不到定型作用 一有风吹草动 或是老鼠碰到套圈 圈就会偏离了 这只老鼠更是有意思 竟然玩起了钻圈的游戏 看来 冯温菊制作的低带补属器 用线来吊入套圈是不行的 线不但不好定型 还会被老鼠咬断 而套圈用的铜丝也比较硬 不容易快速地收圈 即便是老鼠从圈里钻过去 也很容易就逃走了 我们看到冯温菊先生这个发明 制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彭老师 但是刚才看到 好像不是很好用 在这儿我们给他发明 做了一个小模型 你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结构 上边一根竹杆 绳下边吊着一个金属圈 我们看风一吹 这个圈它就会转动 另外它下边使用的是铜 铜的弹性比较好 所以收缩起来 速度不够快 有时候老鼠过去了 它还没有收起来 那针对现在存在的 这个不足和问题 我们来看看冯先生 会做什么样的改进 经过改进 冯温菊制作的圈形补属器 终于成型了 由于竹涅太长了 并没有用 而且浪费材料 冯温菊把竹涅的长度 由原来的六十厘米 改变成了现在的四十厘米 套圈则由原来的铜丝 换成了钢丝 冯温菊说 补属器最关键的部位 就是圈 用于收缩的小圈 必须要圆 不然就会影响 大圈的收缩速度 钢丝大圈的直径 三至五厘米大小 是最合适的 大了老鼠就会钻过去跑掉 小了老鼠又钻不进去 铁丝是用来连接钢丝圈和竹涅 在布防补属器时 铁丝也起到定位的作用 改进后的圈形补属器 能顺利抓到老鼠吗 我们决定 还是在两平方米的空间里 先进行一次模拟掩饰 可是几经折腾的老鼠 还愿意配合我们的掩饰吗 一只老鼠打破了沉寂 慢慢爬向了补属器 不过它始终小心翼翼 并不敢轻易前行 经过好一番试探后 老鼠总算是有所行动了 在老鼠自身挣扎的带动下 钢丝圈渐渐的收缩了 而且被老鼠越拽越紧 这时老鼠再挣扎也已经没有用了 而且越是拼命挣扎 就越加重自己的痛苦 看来通过改进之后 这个补属效果还是的确不错的 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继续请彭老师来跟我们演示 我们说首先它不用线 来把竹链跟金属丝连到一起 就是这个圈和竹链的距离近了 近了但是也不用线了 因为线老鼠会把它咬断的 另外下边它不用铜丝 用铁丝 材质片了 这样适当调节这个圈的大小 经过多次实践 调到一个合适的直径 那么老鼠进去以后 很容易就把老鼠套在里头 所以这样就对老鼠更容易一些了 好的 冯先生这个装置看起来确实是很简单 而且现在也经过了它的改进了 那我们去看一下测试一下它的捕鼠效果到底怎么样 广东省江门市大鸿镇是一个农业大镇 生产水稻 莲藕 农业经济的发展给这里的人们带来了实惠 但是腹子的食物也让老鼠有了可乘之机 这里的鼠害一直都很严重 让人们头疼不已 我们把布放捕鼠器的地点选在一片农田里 农民收割完水稻后 在地里种上了大头菜 尽管大头菜还没长成 但老鼠并没有放过这顿美餐 农文区把捕鼠器布放在老鼠洞口 和老鼠活动的路线上 他说在田间捕鼠 不了解老鼠的生活习性 是捉不到老鼠的 在不同的季节里 老鼠有不同的习性 了解到这一点 捕捉老鼠的成功率就高了 秋冬是捕鼠的大好季节 因为这时候天气冷 老鼠吃得胖了 动作也比平时迟钝了很多 而且秋冬时分的老鼠不爱狭逛 就爱走老路 要抓到它 只要找准鼠路就行了 但是仅仅找到鼠路是不够的 捕鼠器的放置也很关键 竹面必须插进泥土里 十厘米深 插浅了 老鼠就会把捕鼠器拔起来 这样不但捕不到老鼠 还会把捕鼠器给弄丢了 铁丝可以根据鼠路的情况来定型 并调节钢丝圈的高度 钢丝圈离地面的距离 最好是一厘米 离地面高了 老鼠就会从下面钻跑了 不放时一定要把钢丝圈弄圆 这样方便 老鼠穿行 天黑前 冯温局把带来的五十个捕鼠器 都不放好了 他说 在傍晚 深夜十二点和凌晨时分 老鼠活动最为频繁 为了达到更好的捕鼠效果 我们最好等到明天早晨 再来收捕鼠器 第二天清晨 我们跟着风温局来到昨天安放捕鼠器的田里 我们在这里布放的五十个捕鼠器 究竟能抓到多少老鼠呢 刚到田里 我就发现 真有一只老鼠被套住了 但是 这只老鼠 躲在洞里的缝隙处 任凭冯温局 怎么拽 都不肯出来 经过好一番折腾 总算是把老鼠给拽出来了 这只老鼠 只有一只后脚 被捕鼠圈套上了 只差一点点 它就逃脱了 为方便 保充活老鼠 不能举把老鼠 放进了事先准备好的童子 没想到 今早一来就有收获 这让我们很是兴奋 赶紧接着收老鼠吧 然而 接下来的收鼠过程中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我们看到 一个钢丝圈 有被明显动过的痕迹 捕鼠器的钢丝圈变小了 本文句说 老鼠虽然穿过了这个捕鼠器 但可能由于体型太小 结果 熬掉了 不同的老鼠 被套住和的结局 也会不同 太拼命挣扎 也未必是件好事 这只老鼠 就因为被捕鼠器套住后 一直不停地挣扎 头皮上磨破了一大块 流血过多 一命呜呼了 就在这时 我们发现 田地中间的一只老鼠 看见我们过来 居然落荒而逃了 原来 他在被套住后 奋力挣托 把捕鼠器连根拔了起来 准备跑之夭夭 不过 毕竟带着捕鼠器 逃跑不方便 他被卡在了稻田里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我们陆陆续续 又抓回了十只老鼠 看来今天的战绩 还不错 那么还会有更多的老鼠 被我们收入囊中吗 收活老鼠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被捕鼠器抓到的老鼠 反应各不相同 有的看见我们很是害怕 一个劲儿的乱叫乱蹦 有的竟然在不停的挖洞 还真想把自己给藏起来 这一只老鼠则更是看得开 即便是被钢丝圈给套住 死到临头了 居然还有心思 大吃了起来 这次捕鼠行动中 冯文局共放置了五十个捕鼠器 经过四十分钟的努力 冯文局把所有捕鼠器都收了回来 我们统计了一下 这五十个捕鼠器 共抓到了三十五只老鼠 其中有三十只活的 五只死的 成绩非常不错 冯文局制作的圈形捕鼠器 跟别的捕鼠器不同的是 它能活捉老鼠 圈形捕鼠器有两个特点 一是材料上 选用了有韧性的材料 竹子 钢丝都有一定韧性 能够更好地发挥收口的 竖紧功能 二是 它的圈形捕鼠器的设计 让老鼠入套之后 通过老鼠自身的力量 带动圈上的货口 不断收紧 而当钢丝圈 收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老鼠就会意识到危险性 不会再继续挣扎 这样就保证了 冯文局可以捕捉到活的老鼠 另外 冯文局对鼠动 鼠刀和老鼠的生活迹境 非常了解 这样它就能够很准确地 布放补鼠器 提高补鼠效率 鼠套也是一个非常简易的 一个补书工具了 因为它非常简便 也容易制作 所以各地都愿意使用 这种类型的工具 和其他的补书工具一样 这种工具它的有效性 往往是在鼠密度高的时候 它的补乎率会高一些 但是如果单一地靠某一种方法 某一种技术 那么很难把所有的鼠都给消灭掉 因此我们在使用补鼠器也好 或者其他的补鼠手段 最好我们能够综合水 接下来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发明人 带来的也是一样补鼠的装置 那么跟前面这个又有所不同 那么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继续往下看 山东腾州的张艺龙 经营着一个小型床电厂 厂里经常有大大小小的老鼠出没 这让老张一家十分烦恼 于是爱动脑筋的老张 便有了发明一种补书器的想法 经过不断实验 它发明了一种靠电流瞬间启动 来控制闸门的电子补鼠器 它制作了一个补鼠笼 机关就是在龙门上 它在笼子里面铺饰了一根电源线 当老鼠进入笼子 踩逃到电源线时 电源线就会形成通路 进而启动笼门上的控制器 这样一来笼门就会在瞬间快速闭合 因为老鼠也就再劫难逃了 那么这个看似不错的补书方法 效果如何呢 咱们先来观摩一下 老张的电子补书器发挥了作用 几番都成功地将老鼠逮住了 但是没多长时间 老张就发现 他的这个补书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怎么回事呢 因为这个东西吧 体积比较大 放起来很不方便 放置在别的地方放来放去很不方便 另外你 抓住了老鼠以后 老鼠它在里面直直乱叫 穷穷就热 说把我们这个舍子的这个触法 这一套系统全部都给它摇换 我们必须冲心在做 所以这样很麻烦 这因为它裸露在外边确实很脆弱是吧 是的 你立刻把它咬断了 你看得冲心汗 又接得麻烦是吧 对 原来由于使用的电线细丝 柔韧性太差 每次安装都对花费好长时间来调整 才能进入不属状态 而更严重的是 时间一久 放入在外面的电线会氧化 导电性能也会随之减弱 看看老鼠在笼内走来走去的状态 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老鼠已经踏现 电火花都打出来了 可电流还没有连通 只能看着老鼠大摇大摆的溜走了 发现问题所在 老张有点坐不住了 这么好的捕鼠创意 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 可是要放弃捕鼠 有点不甘心 老张插不死犯不详 整天琢磨着如何攻克这个难关 终于有一天 他发现可以利用电磁铁做点文章 想到这个点子后 老张说干就干 一盆新型的电子捕鼠器 诞生了 老张就是你改进过的这个捕鼠器是吧 是的 它和那个差别有什么区别吗 它的主要区别是我们对触发开管进行了改进 前后改动也不是很明显 那彭老师他这个改动之后的电子捕鼠器和之前的区别在哪里 原来它的开关是用一些导线 比较软 所以容易变形 有时候会出现接触不良的这种效果 那么后来它做了这种改进 我们先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当这个老鼠爬进去以后 一踩这个踏板 龙盖就关上了 同时它发出声音来 老鼠就被逮住了 我们做了一个小的模型 你可以看到 这儿有一个金属杆 这个金属杆被吸在磁铁上 老鼠去踩这个金属杆 我们就会发现 这金属杆它一动 就会和这个金属圈接到一起 这样电路就接通了 电路一接通 那么电动机一转 就把门给关上了 老鼠跑不出去了 同时呢 这儿有一个能叫的这么一个装置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发出声音来 电动机转动 老鼠就被捐起来了 同时也告诉您老鼠得着了 那所以说改成这个电子装置之后 它的触发开关灵敏度是更高了 对 好 那我们来看看改进之后的这个捕鼠器 现在的效果如何去测试一下 这一天 老张迫不及待的将改进后的捕鼠器拿去实验 他将捕鼠器安放在了经常有老鼠出没的残酷一侧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一只老鼠果然出现了 让我们近距离再看一下老鼠被捕的过程 看来老张的捕鼠器是大无虚发 于是我们打算把老张发明的捕鼠器 再拿到一家餐厅的后厨去实地试验一番 据这里的工作人员说 这里的老鼠十分猖獗 就连水泥墙都被老鼠打出一个大洞 就在午夜时分 厨房里果然出现了鼠鼠器的报警声 是不是夜间出没的老鼠被逮住了呢 我们急忙赶过去查看究竟 找老鼠 找老鼠 对 还不需要的这个老鼠 也不太大 经过反复实验 我们发现老张发明的电子捕鼠器果然有一套 只要有老鼠进了笼子 都是必情无疑 可是没多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老张的捕鼠器虽然好用 可狡猾的老鼠逐渐也警觉了起来 一件的捕鼠器就会从边上一溜烟的跑过去 再也不上当了 老张决定再对捕鼠器进行一方改进 心灵手巧的它很快又做出了一个双开门设计的捕鼠笼 另一端也可以打开 这样一来老鼠就比较容易放松紧续了 不过这个双开门的家伙会好用吗 现在我们设置了一个爽开门计的 这样它一开一通了很容易进 就看着它这个通道老鼠就觉得安全是吧 对 那先把鼠器 把手机开门打开 这回提高警惕的老鼠们可不像以前那样貌似了 还竟然一反常态 不走墙根 走起了安全通道 别急 看这个小家伙还是禁不住美味的诱惑凑了过来 再一看 还是个前后通畅的状态 便毫不顾忌的冲了进来 后果自然是一看便知了 经过初步的检验 老张的新设计算是成功了 但是如果将这样捕鼠器放到其他环境 又会怎么样的结果呢 这回我们特意选择了一处存放粮食的仓库 老鼠经常出没于此 这回就要看看老张的新型捕鼠笼 究竟有多大本事了 捕鼠器安放完毕之后 为了能更清楚地观看一下捕鼠状态 我们又找来了一个小型摄像机 安放在了捕鼠器固境 那么这次仓库捕鼠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没过多久 老鼠出现了 只见它一点点的靠近捕鼠器 可能是窥探到了里面的美味 在一番打量之后 这只老鼠走了进去 在接下来的测试中 老鼠屡屡中招 更是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情景 原来一只老鼠在进入笼子内之后 可能是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 迟迟不去触动机关 就在这时 也不知从哪儿冒出的一只大老鼠 一遇而入 瞬间触发了机关 结果大家就看到了 这次精彩的捕捉画面 改进后的双开门捕鼠器 究竟是怎样大显神威的 美丽的草原 为何会出现无数的土丘 牧民如何对付地下的粉鼠 请继续收看 我爱发明 智斗鼠害 老张的捕鼠器 可谓是大显神威 而为了更加全面的对老张的捕鼠器进行测试 我们把四个捕鼠器 分别放在老张家的仓库 厨房 房间过道 以及室外的墙角下 准备来一个终极验证 放这个位置吧 行 现在是四个楼都放好了是吧 晚上 过来看一看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等待 老鼠捕到了吗 但我们后半夜前来查收拾 果然听到了从笼子里传来的尖叫声 我这不叫着呢吗 在这 妈 这个老鼠真是真不叫 走吧 再看看 别的这个 看看除去就好了 看看这个点 这个点我已经裸了 裸了吗 我已经抓住了 这哪呢 怎么 拿出来 这也抓住一个老鼠 这个怎么这么老实啊 看来这可能抓了挺长时间了 是吧 嗯 这抓住了 这个 这个没抓住 没抓住是吧 不是 这个没抓住 没抓住 但是这边这个门是落下来了 落下来了 没抓住 可能这个地方没扣好花了 呦 没电了 电不举了 对 电不举了 这才抓住了 看这 这是个小老鼠啊 现在来看就是放了四个笼子 抓了三个笼子抓到了是吧 对 不防 我还算比较成功的 张颖龙发明的电子补属器 是靠鼠龙上安装的电子控制器来控制龙门的关闭 他巧妙的在鼠龙内中间位置设一个触发开关 当捕鼠龙摆放好进入待机状态时 老鼠一旦进入龙中必然要碰到触片 这时就会触发开关接通电流 随着电机转动 鼠龙们在拉力弹簧的作用下瞬间闭合 这样老鼠就被关注了 电子补属龙的话 我觉得从整个设计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 包括它的触发的机构这一块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个主要的一个缺点的话 就是说它一方面 它在老鼠比较少的这种环境当中 它怎么样让它进到这个笼子里可能是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它不能联系的作业 这个一个问题 新桌布有一种鼠叫粉鼠 听说过粉鼠是在草原上的 那么这种鼠听说有个俗名叫蒂羊 它生活在地底下 它吃草破坏草原上的植被 在牧区这个粉鼠一旦把草吃光了 应该说给牧民的经济生产直接带来一些损失 所以接下来这个发明人 它就是一位牧区的牧民 我们来看看它发明的这个捕鼠器 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发明人巴图梦合 发明项目汉地钓鼠肝 粉鼠有名帝羊 是镊齿类动物的一种 和普通老鼠不同 它们体型较圆 尾巴很短 有着发达的前爪 粉鼠抓齐心的草原 高山草垫 高山草垫 森林等地区 喜欢在土质松软湿润的地下活动 以植物的根 金和种子为食 它们的视觉极不发达 所以又俗称为虾老鼠 粉鼠有超强的挖洞纹理 它们能用露出唇外的凿撞纹芽 咬断土层下面食物的根系 然后用长着长长指甲的有力前爪 将土抛开 挖出一条条通往地底的洞道 洞道内挖出的土壤 会被粉鼠全部推到洞口 形成一个个直径50到90厘米的不规则土丘 据统计 一只粉鼠平均每年要推出将近200个这样的土丘 大概有两顿泥土会被推到地面 给地表植被造成严重破坏 容易引起草皮沙谎 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 它叫巴图梦河 这片草场就是归它家所有的 近年来由于粉鼠损质 每到春秋两季 巴图梦河家的草场上 就会出现数不清的小土丘 严重影响了木槽的产量 为了保护自家草场 巴图梦河没少和粉鼠打交道 挖洞 下幼儿 放暑假 试过了很多方法 但不是太花时间 就是太费力气 于是它开始琢磨更快更有效 对付粉鼠的办法 通过对粉鼠生活习惯的观察 巴图梦河终于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 就是像钓鱼一样来钓粉鼠 为此它专门制作了一种汉地钓鼠杆 这种汉地钓鼠杆的外形 还真有点像钓鱼杆 一根有弹性的木杆 上面用麻绳拴着一个钩子和一根木条 另外还有一根方形的铁丝 汉地钓鼠杆主要是利用钓杆的弹性 以及木条与方形铁丝形成的机关来捕捉粉鼠 木条作为挡板 卡在方形铁丝上 一旦被粉鼠触动 钓杆便会瞬间弹起 至于挡板前的钩子 便会向粉鼠高高钓起来 这种看上去有些简陋的东西 真的能钓到老鼠吗 为了验证汉地钓鼠杆的效果 我们首先做了一个模拟实验 在草地上挖出一条长两米 宽三十厘米 深十五厘米的钩 作为粉鼠活动的固定通道 把铜门盒将汉地钓鼠杆 安放在了通道上面 将钓钩深深埋进了土里 最后我们将一只粉鼠放进了通道里 可是粉鼠却并不按我们设计的路线向前走 而是拼命向下挖动 无奈之下 我们只好赶着它接近布置好的机关 但不听话的粉鼠始终倒推着行走 咱们也不肯转过头来 很快 粉鼠的尾巴撞上了挡板 弯曲的钓杆瞬间弹开 埋在土里的钓钩将粉鼠勾住 但没有想到的是 粉鼠却掉了下来 难道是巴图梦合的汉地钓鼠杆不管用吗 原来这只粉鼠只是尾部触动了机关 钓钩并没有勾劳它的身体 所以钓杆弹起来之后 受到惯性的作用 粉鼠就又被甩了下去 由于这次的模拟实验不是很成功 我们对汉地钓鼠杆的原理还是有一些疑惑 它到底是怎样将粉鼠钓上来的呢 这个捕鼠装置很特别 像我们平时用的钓鱼杆 只不过它不是钓的鱼 是钓的鼠 对 这叫钓鼠杆 这是一根杆 跟钓鱼杆是一样的 它前边有一个木条 木条上有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钓在这上面的 那么这个也是它的那个捕鼠装置之一 它就是把金属丝窝成一个门状 埋在地下 这个杆就被拉弯了 还有一个钓子 这个钓子呢 它在使用的时候是埋在土地里的 这个小鼠过来以后 它要撞进木条会出现什么结果 是不是这木条不再钓在这个铁架子 那么这个如果木条不勾在铁架子上 下边还有钓子呢 我们别忘了 这个鼠呢 现在正好在钓子的上方 那么它如果说一撞这个木架子 就从它洞口那儿给吊起来了 这个钓子勾在老鼠身上 这个杆往上一弹 老鼠就被逮住了 所以它的设计是非常巧妙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 这样一种钓鼠杆 它在实际的应用当中 效果到底如何呢 巴图梦河看到我们对汉地钓鼠杆的效果 还是有些怀疑 它决定带我们去现场抓几只粉树 试试看 这里是距离巴图梦河家不远的一片操场 巴图梦河开始仔细观察 它要找到粉树最新推出的土丘 才能判断出最合适的钓杆布放位置 在草原上精心布放的多个钓鼠杆 究竟能抓住几只狡猾的粉树 请继续收看 外发明 制斗鼠汉 巴图梦河看到我们对汉地钓鼠杆的效果 还是有些怀疑 它决定带我们去现场 抓几只粉树 试试看 这里是距离巴图梦河家不远的一片操场 巴图梦河开始仔细观察 它要找到粉树最新推出的土丘 才能判断出最合适的钓杆布放位置 它这个是不是新推的根据什么来判断呢 看的话这土是怎么样 这样的 看这个土的颜色是吧 老师还是挺新鲜的是吧 新推的话吧 你看的话都看出了 发现粉树新推出的土丘后 巴图梦河确定 粉树应该就在下面不远处活动 于是它又开始寻找土丘下面 粉树的洞道 怎么知道下面哪个位置是洞呢 这有点软这个 软的地方是吗 巴图梦河沿着洞道的走向 将吊杆的尖端插在了草地上 另一端对准了洞口 然后将方形铁丝固定在洞道两侧 挡板的凹槽卡在铁丝上 同时把吊钩埋进了土里 最后把挖开的洞道上方盖延 这样整个陷阱就布置好了 这个洞口不用封死吧 不用不用 你现在做那个眼睛行 粉树常年在地下活动 见不到阳光 它们的眼睛极度退化 但是对外界的声响和温度的变化 粉树却非常敏感 通常情况下 它们的洞口都是封闭的 一旦被人挖开 粉树就会很快感觉到 它们会马上找到漏封的洞口 并迅速用途堵杀 正是利用了粉树的这种生活习境 巴图梦河的汉地钓鼠杆 才派上了用场 接着巴图梦河又在这片草地上 选好位置 放好了第二个汉地钓鼠杆 巴图梦河自信地说 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来查看结果了 一个小时过后 当我们回到这里时 巴图梦河远远地告诉我们 之前放的第一根吊杆 已经吊到分属了 抓住了是吗 你看 这一般的 哦 活着呢 活着呢 这一般的不死这碗 结实这碗 这么大个呢 勾进去了是吗 被勾住的分属拼命地挣扎 但钓钩已经深深地勾进了它的身体里 这只分属已经没有逃脱的机会了 你看 勾住它之后它自己是挣脱不开的 不开 只要它勾住了就跑不了了 就跑不了了 接着我们又去查看第二根吊杆 是否也有分属上钩了呢 对那勾到 这可能也是太灵灵了去封管的 或者是其他原因 我们看到这个旱地吊鼠杆啊 好像还存在一些不足 刚才的这个测试呢 好像不是百发百中 您觉得问题在哪里 因为呢 它在制作过程当中 它采用了手工方式 我们看这个木条上所挖的槽 如果手工制作 那么就会有深有浅 给它卡在这个金属架子上以后 如果说过浅 风一吹就有可能使它误动 所以不能够百发百中 全部每一次都把鼠逮到 因为手工做的不是标准化生产 可能这个缺口的这个深度 还是得有一定的讲究哈 那刚才我们呢 只是放置了两根吊鼠杆来进行测试 那接下来呢 这样我们多放置几根 多放几个地方 那我们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为了更好的验证 旱地吊鼠杆的效果 第二天 我们准备了三根新的吊鼠杆 决定找一片 纷属数量较多 属害比较严重的草地 再试一次 这是一处小山坡下面的草地 放眼看去 到处都是分属推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土丘 让人触目惊心 巴图梦河一边开车 一边四处观察 很快 他就根据土丘的新旧 找到了一个不放吊杆的 合适位置 这边这个是军队推的吗 就干吊的 我看这土还湿的呢 巴图梦河熟练地找到了粉属的洞道 并迅速布置好了第一个吊杆 粉属推土的速度非常快 几分钟的时间就会推起一个土丘 而且相邻土丘的距离非常近 通常一百平米内的土丘 往往都是由一只粉属推起来的 考虑到一片相邻的土丘下面 很可能只有一只粉属 所以两个吊杆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近 巴图梦河又开始往更远的地方 寻找另外的吊杆布防地点 正当巴图梦河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准备布防第二个吊杆时 他忽然发现远处刚刚放好的吊杆弹了起来 难道是有粉属上钩了吗 我们急忙赶过去查看 发现吊杆的确弹了起来 机关已经被触发了 但是却并没有吊到粉属 没勾上它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可能是这个勾太前了 土来的时候 那个可能是没有勾住它 没错它个体可能大一点 块大一点 通常情况下 如果粉属个头比较大 它所推出的土块体积往往也会很大 这样一代 如果大的土块先碰到挡板 触发了机关 土块后面的粉属就会安然无恙了 虽然第一根吊杆没有吊到粉属 但巴图梦合并没有泄气 它依然耐心地寻找着新的土丘 继续安放吊杆 五六点六七点 那时候的话就推得快了 那时候快了 对 它过来吃食了呢吗 对那时候就开始吃饭了 就在它刚刚布置好第三个吊杆时 远处的巴栈掌 忽然惊奇地喊我们过去 现在有老鼠吗 抓住了这个师傅 这么大个 这么快 很快这个抓的 咱们刚才下完那也就不到十分钟吧 一分钟左右吧 五分钟就抓住了 哎呦 它在咬那个钩是吧 由于受到光线的刺激和周围声音的惊吓 这只粉鼠现在惊慌失措 挣扎不停 此时已经是傍晚六点钟 粉鼠活动更加频繁 我们甚至看到远处的土丘下 开始有粉鼠在攻土了 那么巴涂梦河布放的最后一个吊杆 是否也能够吊到粉鼠呢 几分钟后巴涂梦河发起 最后布放的那处吊杆也有了变化 我们急忙赶过去 杰族仙灯的巴栈掌 已经将抓到的粉鼠取了下来 这个我看刚才新抓的 刚下了没多久 虽然不是百发百中 但在二十分钟之内就能吊到两只粉鼠 而且巴涂梦河发明的汉地钓鼠干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巴涂梦河发明的汉地钓鼠干 由钓干 钓钩 挡板和方形铁丝构成 它巧妙利用了粉鼠的生活迹境 找出粉鼠最新推出的土堆 确认它们的活动范围 最后将洞口挖开 安置好汉地钓鼠干 当粉鼠发现洞口漏风时 会很快过来堵洞 这时一旦粉鼠触碰到 卡在方形铁丝上的挡板后 吊杆就会迅速弹起 同时只于粉鼠洞道下的吊钩 就会将粉鼠高高吊起来了 这种工具应该说 是充分利用了 主挖来堵洞的这样一个行性 达到这个鼠鼠的目的 整个的鼠鼠过程呢 相对的又比较简单 但是呢 它可能这个杆子的弹性啊 鼠的这个情况啊 也都有一些局限性 假如我们能为它制作的 更加规范化一些呢 是吧 就可能使它的这个效果挺高 好 我们看到老鼠虽然狡猾 但是我们这个人们民间 这个劳动者的这个智慧呢 也是不可低估的 而且我们发现 今天我们了解了三种鼠鼠装置 都很简单 成本也不高 但是这个原理应该说非常的巧妙 掌握了这个老鼠的一些生活习性 这个呢 还是跟人们它所 这个生活的环境是有关的 我们看在草原上 它就使用掉鼠杆 去对付焚鼠 你像用笼子 那应该是在房间里 在城市里去被鼠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 使用的都是身边的东西 设计的也比较巧妙 那相信电视界线 也有不少的朋友 有自己好的点子和创意 欢迎跟我们的栏目曲的互动 可以发送字母T到106699991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登陆新浪微博 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再次感谢彭老师来到演播室 为我们做这个精彩的演示 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继续关注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内容 它是一种产自南方的水果 味道香甜 但皮难去 为了去皮 它们辛勤工作不分重业 是什么样的机器 让坚硬的马蹄皮 无所遁形 又是怎样的改进 让它不断面对新的挑战 小小旋风刀披荆斩棘 又能否在人机大战中 获得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